好,磁力感应,在输入里面更多 这边有一个磁力感应 楼盘校准就是我们刚才的 凡是你要用到磁力或者方向的时候 他都会要你校准一次 我们来试一下楼盘校准 刚开始试 看这里楼盘校准他会要求你做 有一个LED灯他会要你塞满这个 最后会出现一个香菇头 这边模拟的地方没有太出来 好,我们先放掉 那我们这边要做的是 把磁力的数值读出来 那在输入里面的更多 他的值把它拉出来 那我们把数字显示出来 做的 积木很简单就只有这样 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磁力的 HES复制到microbit里面 那我们看到他写入 写入完 他会出现一个 英文字 这边会出现一个英文字 他意思就是要你开始校准 校准完他这个英文字显示完 他只剩下一颗LED灯 那你要做的是把这LED灯怎么样 沿着microbit的周围转一圈 像我现在转了三颗灯 最后转完的时候 我先把它做了 我故意先这样子 还没撞完 已经周边都撞完 等一下这边会出现一个 类似像香菇头的 不过他很快就会跳掉 因为这个拍摄的问题 跟显示的办法不好拍摄 现在变成这样一圈了 再来 他撞了很快 刚才那个香菇头撞了很快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他显示的就是磁力的值 我们看到他的值是多少 负的100 负的199 他显示的值是负的199 213 负的213 简单来说他有一个值 那我现在这边有一个磁铁的摆档器 这边磁铁的摆档器 当你靠近他你会看到这个值 会有 我把它放在这上面好了 你会看到这个值开始会做改变 当有磁力的时候 他遇到 有磁铁的时候 我们看到值 负9 88 也就是他的数值会 随着你有没有磁力 他去做一个改变 那现在是多少 2 2 3 4 2 3 4 2 这个值 就是由他里面的 sensor去定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就只能 把这个数值读出来 加以运用 如果你需要设计 假设 类似什么 自用回收 有铁的物质或者是怎么样 遇到磁铁或者是 你想把它做一个激素器 用磁铁来做激素器 那就可以用 运用到这个磁力的 这一个感应器的部分